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,301级 只是收一束花,不会耽误多少时间 高竹青反问道 收花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,最怕的是心散了 满脑子都是约会和男人,那怎么能集中精力工作啊 高竹青回答道 难道龙田的职工都不能谈恋爱,公司好像没这条规定吧 是没有,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 一个新人,怎么能跟那些老子利比,你说是吧 顾总,您日理万机,还要管我的事,太难问你了 龙田这么大一间公司,我相信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处理吧 随随便便一件事,都比我谈不谈恋爱更值得关注,不是吗 高竹青看着他,眼底涌动着一种很深的情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了解